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洲进华 5月17号到21号 其实呢 这个星期是Raya之后的一个星期 所以在国内方面呢 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新闻 当然国内没有政治新闻 所有的政党 特别是三个马来政党 巫统图团跟伊党呢 都高挂免战牌 因为他们还是处在Raya的MOD 那么其他的政党 比如说行动党 公正党 也没有太多的政治动作 但是在政治新闻方面呢 就有一单发生在国际的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武装冲突 而这一起国际课题国际事件呢 就影响或者是蔓延到 马来西亚的政治圈了 所以这个星期呢 如果讲说要有两则大新闻的话 当然硬硬挤出来的话 三则也比较难一点 我就把它归纳成两则新闻 第一呢 就是国内因为尾巴冲突 所衍生出来的新闻 以及第二则呢 就是疫苗跟疫情恶化 所带来的影响的新闻 我们先来聊一聊第一则新闻 就是尾巴武装冲突 那么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 其实大家上网早就可以看到很多了 那么这里我就不重复 这里主要提的是几个重要的点 让大家参考 第一个点呢 就是在这个课题上 华人社会 非马来人社会 或者非穆斯林社会 对武装冲突 对尾巴冲突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一个感觉 跟马来社会 跟穆斯林社会的感觉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在这个课题上 马来穆斯林的社会 他们的情绪轻易的就被点燃 轻易的就被挑起 对弱势群体 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 受到以色列的欺压 打压 欺负 然后吃了很多的苦 吃了很多的亏 所以他们非常同情 在巴勒斯坦 面对打压的 当地的这个穆斯林 那么 台湾通过什么方式 来表达支持跟愤怒呢 首先就通过钱 来表达支持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根据西纳哈利安的 这个一篇的封面报道 就说 马来西亚筹得了 1500万令吉 那么这1500万令吉 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讲说 才1500万罢了 如果对比马来西亚的 这个马来人跟穆斯林 跟这个土著的比例来说 其实很少 但是对于马来社会来讲说 一旦碰到巴勒斯坦 克底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有钱出钱 那么有利 现在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他们就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对援助全部化成金钱 然后去捐给特定的组织 比如说MyCare 或者是阿曼巴勒斯坦之类的 这些组织 然后通过他们把这笔钱 带到当地 让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能够重建家园 所以对于支持跟声援巴勒斯坦人 第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捐钱 而这个也衍生出 另外一个小小的 不能够讲争议 是小小的咨询跟质问 就是有人开始担心说 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够抵达巴勒斯坦 能够让真正受贿者受贿 而不是在中途被干捞掉 或者是中途一些钱不见掉了 那么这些如何处理这笔款项 这笔善款 那么在马来社会里面 也有不少的讨论 而这些东西是 如果我们没有看马来报 或者是没有留意 马来舆论的话 是不知道说 在这个课题上 他们有这一方面的讨论 所以这一块就是 声援跟支持通过给钱 那么愤怒表达不满 就有很直接的方式 通常两个管道 第一个管道 就是跑去美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馆 去那边示威 去那边游行 去那边烧美国国旗 去那边烧以色列的国旗 然后高举巴勒斯坦的国旗 那么现在 MCO又是紧急状态 又不能够群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美国驻马大使馆 那一边去示威游行抗议 那么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去一些妈妈当 然后在妈妈当的当主或者是店主的陪同之下 就有一部分的不满以色列的人 就把在妈妈当的COCA COLA的汽水罐把他们全部下架 他说我们BOYKOT COCA COLA OK 那么发动BOYKOT COCA COLA的其中一个组织呢 就是穆斯林消费组织 穆斯林消费人组织 然后他们在大马妈妈当协会主席的陪同之下 而且这一个组织 他旗下有很多间店哦 他其中一间妈妈店 我相信如果你是雪龙人的话 你应该熟悉就是阿里妈族 OK 可能在你附近就有一间阿里妈族 那么阿里妈族的老板呢 就是这个妈妈当 马来西亚妈妈当的这个 协会的这个组织 那么穆斯林消费人组织呢 就在这个妈妈当协会主席的陪同之下 然后就去到了他其中一间的这个分店 然后把COCA COLA的招牌用红纸粘掉 然后把这个冰箱里面COCA COLA全部给他下架 那么这一个做法 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说 于事无补 你纯粹只是表达你内心的这个不满 你对COCA COLA来说是 完全一条毛都不会伤到他 COCA COLA也不会因为 你的这个BOYKOT 或者是有一些损失 其实真的是动不到他 但是对于这一些草根的马来人 或者是穆斯林 他们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说 这个是不是在演的这个成分存在 或者是你明知道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效果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做 对他们来说 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 要表达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同情 同时也要表达对以色列 对美国的这些不满等等 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要表达不满的话 当然这个动作不是讲说不可以做 而是说 它所带来的成效到底有多大 我们日常生活 或者是工作上所使用的这些科技软件 比如说麦克术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都有美国 还有以色列科技巨头参与的这个痕迹 那么难道这些东西全部要boycott吗 这些是不实际的 那么更实际的方式呢 应该是穆斯林社群 或者是穆斯林国家 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经济条件 然后对教育课题的这个掌握 对科技的这个应用 那么通过自强的方式 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然后能够跟美国或者跟以色列来抗衡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长 那如果不从现在开始的话 要等到什么时候开始呢 如果每一次当巴勒斯坦人被空袭 被袭击的时候就跑去美国大使馆那边 示威游行抗议boycott 不管是cocacola也好还是boycott mcdonald 还是烧这些国家的国旗 然后高举巴勒斯坦的国旗 其实对事情没有太大的帮助 它纯粹是情绪上的发泄而已 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国家 特别是中东的这些国家 他们能不能够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这个矛头 把所有的这个时间经历都对准以色列 很可惜现在的情况不能 那么阿拉伯的这些穆斯林国家 或者是这些伊斯兰国家 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算盘 包括在巴勒斯坦内部 这个Fatar还有哈马斯 都有自己的这个政治算盘 跟政治计算在里面 所以当大家不能够团结一致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你的对手 给分裂或者是给挑破离间 所以这一个呢是 我关注尾巴武装冲突的几个不同的这个焦点 那么跟大家一起分享 还有另外一个课题 另外一个大新闻呢 就是疫情啊 疫情的每一天的确诊病例 现在已经是连续两天超过六千了 其实是没有最高 就只有更高 那么政府抗议的措施 似乎没有办法达到它的这个效果 那么国盟政府被批 那么Kradian Gaga的这个hashtag呢 突然之间又火红起来 然后慕尤丁就被谴责 那么这些种种呢 都告诉我们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课题 我就必须一定要提的 一定要提的 没有声音 还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要提的就是疫苗 这个捐赠疫苗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老家冰城 他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的 他是在二个月的时候发生 有一个商家叫做Yong Ji Gong 他就讲说 他有办法能够买到200万剂的中国科兴的疫苗 Sinox 然后要捐赠给槟城州政府 那么槟城州政府就写信给卫生部 讲说 明大五拉三 就是卫生部你怎么看 后来卫生部就讲说 不能 这个东西就被打下来了 被挡下来了 那么之后隔了从二月到五月 到五月三四五 差不多三个月之后 这个东西又被挑起来 而在星期二的时候 两任的兵州首席部长前任的林冠英 跟现任的曹官有一起召开记者 然后就泡风银帮政府说 为什么你不批准啊 你没有把病成人的健康放在你的眼里 之类的这些东西就很多了 之后凯里就出来打脸说 其实这家公司是查无此公司 这个人是查无此人 那么后来当天晚上 曹官英就讲说 这家公司麻烦你赶快跳出来澄清一下 然后第二天 林冠英就出来说 有条件的愿意道歉 如果凯里你讲的东西是事实的话 这一个200万剂的疫苗是一个scam 是一个骗局的话 那么我愿意道歉 而这个事情发生的太过快 它的节奏太过快 而且林冠英以他过去一贯的态度强硬立场坚定 绝不妥协不轻易让步的这个强悍领袖的形象 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不到72小时不到三天之内 就出来发表文告说 他愿意道歉 说明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我们外人所不知道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事情它是不断的发展 它是一致的developed 那么截至 录这一则美洲精华之前呢 还在看到它有新的进展 比如说 媒体已经找到这一名所谓的 Yong Chi Gong OK 杨志光 而且也有拍到他的这一个家 然后这一名当事人 他有解释说 为什么找不到他的这个公司 新代enterprise development之类的东西 是因为他讲说 写的时候是首误 写错了 那么 你看到他的这个 我看到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 那些感觉 怎么可能会写错呢 你自己的公司 你不可能会写错吧 就好像 我问你 你会写错你自己的名字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那么 还有他整个公函 没有letterhead 然后为什么你放你自己家的这个地址 不是放公司的地址 他有太多的这些温号 有太多不明白的东西 要去解释 要去澄清 否则的话呢 这个行动党跟宾州政府 就会白白的给你的政敌提供的子弹 来搜你 来怼你 来抨击你 所以在这个课题上呢 到录制这则新闻 这个节目为止呢 还是看到说 宾州政府 特别是宾城行动呢 处在一个 挨打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没有很好的去处理这个课题 那么以宾城政府的这个能力 肯定会有做 Due Diligent 的这个test 就是会去检查公司的背景 人物 那么他们表示捐赠 那么捐赠的东西到底陈述是有多少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相信一般人都会想到 更何况是宾州政府呢 肯定是他有做这一方面的这些背景的检查 进质的这个检查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呢 暂时我还想不到 因为这个课题对我来讲说 太过新了 而且重点是我没有内幕 我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如果有收到一些内幕的话 再跟大家来汇报 好 这个星期的每周进化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星期再见